《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8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2179期 前两天 也就是11月6号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呢 他专门借鉴了来自全国的所谓凤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的代表 习近平对他们发表了讲话 要求他们坚持发展当年毛泽东创立的凤桥经验 把凤桥经验呢 作为这个今后对地斗争的一个主要斗争方式呢 把它推广下去 那凤桥经验很多年轻人不太了解啊 什么叫凤桥经验啊 凤桥经验实际上是来自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毛泽东大搞的群众斗群众为特点的一种政治运动 也就是1962年的九月份 毛泽东当时发动了以阶级斗争为刚的所谓社会主义再教育运动 那么这个运动开始以后呢 全国进行了推广啊 那么到了六三年初 浙江省宁波驻记是有一个叫凤桥区的 推广了一种什么 依靠群众就地监督改造私类分子的做法 这种做法呢 就被当地总结为叫凤桥经验 而这个凤桥经验汇报上来以后呢 就被时任的公安部部长叫谢富志呢 他感觉到这个挑取群众斗群众 由群众来监管当地的私类分子 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啊 不需要我们大量的这个专政机关工作人员来看管私类分子 让群众看管他们 我们不就省事了嘛 所以呢 谢富志就把这个凤桥经验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一听就非常的高兴啊 因为老毛的内心就是希望群众彼此之间互相斗啊 这样群众斗群众 群众监督群众 那不就是所有的群众 他们都在整治别的群众的情况下 一旦有什么问题 不都向党汇报了嘛 那不就是变成我们把群众全部发动起来 群众帮助我们去看管我们要打倒的私类分子 所以毛泽东当即就只是呢 要在全国推广凤桥经验 因为那个时候呢 共产党已经把中国啊 所谓不同的阶级 划分了很多的阶层 其中提出的我党坚决要打倒的一部分人呢 给他们划分了他们的成分 叫做什么 地富反坏 后来又加上了一个右派 那么也就是呢 地富反坏右 这些都是属于我党专政要打倒的 要让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的 那么这几类分子呢 显然就是什么 要用群众看管 群众斗争的方式 第一个把他们混在群众中 把他们挖出来 然后把他们斗到底 所以说老毛呢 他很高兴在全国发起各种政治运动呢 最终通过所有的群众来参与 并且群众帮助共产党去斗倒其他群众的时候 那老毛就很高兴了啊 所以说呢 老毛推广这个凤桥经验呢 一下子在全国就轰轰烈烈开展起挑起群众斗群众的这个活动了 那么作为红卫兵出称的习近平对这个方式呢 他是呢记忆犹新 因为他小的时候就专门干过这个事嘛 比方说他母亲就专门到这个军选队去出卖过他们 这就是凤桥经验其中一个方面嘛 夫妻之间互斗儿女跟父母互相揭发 习近平他是感同身受的 所以等到习近平他个人在十八大 接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 仅仅在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 习近平就重提了凤桥经验 最近这十年在中共大大小小的网络上面 以及中共表彰的各类什么进步群众 中共都发动了很多类似于凤桥经验的这个先进机体 类似于北京的朝阳大妈 网络治理员啊 网络的五毛啊 这些都是嘛 都是凤桥经验在网上的推广 那么习近平这次高调接见全国各地的这个凤桥经验 先进单位他同时率领的这些人呢 都是中国政法口的最重要的人员 参加习近平一同会见的 除了有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在即之外 还有中纪委书记李希 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公安部部长王小洪 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 最高法院院长张军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用 也就是中国公检法最高领导 政法委的领导书记处的书记 国务院的秘书长 包括中纪委书记 全部参加了习近平接见凤桥经验陷进机体的活动 也就是习近平决心要通过凤桥经验对全国再次的推广 在全国发起什么发起类似于二次文革的群众斗群众的活动 因为凤桥经验的核心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 在全国范围里发起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 当年这个运动推广到文革最终导致了全国有数百万人卷入 然后不是受到破开就是最终就是死亡嘛 现在习近平重提凤桥经验很多人都认为不以为然的 认为文革已经过去了 毛泽东当年那个时代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到今天改革开放都四十年了 到哪里还可能再搞得出来呢? 特别是经过思想解放 经过现在改革开放人民群众的思想绝会提高了 这都是什么普通人你的普通认识 因为虽然大部分人已经厌倦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 但是由最高领导人发起的任何一场政治运动 都会被他的下属被他的执行者超乎想象的发挥 最后就是一场剥去全民的政治运动 在中国大范围内的这个推广 那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就从网络上开始嘛 所以说呢 习近平决心在全国再次发起凤桥运动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 通过让群众之间互相监督、互相检举发、互相出卖 最终达到什么? 最终达到大家都靠拢党啊 因为斗来斗去谁都采判啊 那肯定是党做裁判嘛 也就是让你们老百姓互相斗嘛 因为你每天想着要斗别人 又想着要防别人斗 你就不会有心思干别的事嘛 这时候依靠党组织 党叫斗谁就斗谁啊 这是习近平在新时代下 他把毛泽东的奉桥经验 在中国呢 开始大范围的再次推广 习近平他抓经济 他没本事 怎么促进老百姓经济收入水平提高 怎么把国家的GDP提上去 他没这个能力 但是搞斗争呢 他乐此不疲 他本身就是毛泽东文革时代成长的那个红卫兵 他念念不忘他少年时期所经受的各种政治斗争 他就希望在他自己现在掌权的时候 在全国再掀起一场以领袖为中心的大规模的 类似于文革的政治运动 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推广奉桥经验 大力开展群众运动挑起群众斗群众 挑起群众斗群众是共产党执政的法宝 是共产党转移执政党和老百姓之间 党群矛盾的最佳方法 中共建政以来屡试不爽 他们每次呢都挑起群众呢 你们争斗起来 一旦群众打得不可开交了 那么谁来当裁判啊 不就是党当裁判嘛 一边鼓励群死群众群斗 你们斗得个两败俱伤 一边呢举暴风盛行 夫妻互相揭发儿女出卖父母 大小领导互相挖坑 各种陷害不断的产生 也就是共产党最喜欢看到老百姓斗的不可开交了 搞乱正常的价值观 人人都突破每个人做人的底线 是共产党治国的法宝 所以说呢共产党根据他那么多年 推广凤桥经验习近平很清楚 现在对当下的中国马上推广凤桥经验 实际上就是转移目前中国社会啊 对李克强死因质疑的最好的方法 习近平从老百姓悼念李克强 就看到了人民对自己政治对手的信任和怀念 同时呢老百姓对习近平的统治也借悼念李克强呢 抒发了民间长期压抑的一种情绪 如果这种情绪不加快转移的话 最终这个火药桶它闷得越来越长 火山就一定会爆发 当这个质疑声浪越来越大的时候 习近平就很难控制证据了 所以说习近平知道就是要尽快的转移出去 他编造了那么多李克强突然发心脏病死亡的这些假的这些谎言 只是抱不住火的 李克强的死因绝不是官方糊弄一个什么心脏病突发 就忽悠的过去的 目前来讲虽然李克强的遗体已经火化了 很多人认为一烧就了事了 习近平也认为把遗体告别搞完整个遗体火化这件事就翻篇了 你们就别问了 但是民间质疑李克强的死这可以讲就这个胡顺不断 现在根据大量的这些心脏病以及心理脑血管专家 他们对李克强这个死因啊都提出了巨大的三个问号 就是李克强的死有三个绝对不可能 哪三个绝对不可能?第一个绝对不可能 作为正国籍的李克强他到上海去是得到中办批准的 因为中共规定所有退休的副国籍以上的国家领导人 你出京到任何一个地方视察也好 疗养也好 去看望儿孙也好 你都必须要得到中办的批准 那李克强显然是得到批准的 那么李克强到达上海之后 立马就到华山医院做了全面的体检 如果李克强在体检的当天就发现有心脏病的话 那医生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你去游泳的 之所以能够同意他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可以游泳 那是因为前一天体检他一切正常 他根本没有什么心脏病 所以医生才同意你要去游泳 你就去游泳了 因此李克强能下水游泳 恰恰说明华山医院检查的结果 李克强身体是健康的 没有任何心脏方面的毛病 那么现在说李克强突发心脏病死 这种可能性是从哪里产生的? 这不是编造吗? 第二个不可能就是什么? 东郊宾馆是上海最大的 也是最新建造的国宾馆 它完全是按照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所有配套设施来设计的 有各种各样的紧急配套应急设备和紧急响应的上海顶级医院 也就是说东郊国宾馆它跟上海各个大医院 尤其是紧急抢救的这些科室都有直线联系 一旦出现问题都会有得到立即的响应 绝对不可能说出了事以后 大家还需要讨论一下究竟要送往哪一个医院 后来说曙光医院比较近我们就说曙光医院吧 曙光医院这种中医院怎么可能能治心血管心脏病突发的毛病呢? 你想想看国宾馆怎么可能没有预先的方案呢? 更何况还有中央保健局派出的郑国基 李克强身边的保健团队呢? 这些保健医生保健护士他们难道没有基本的保健常识吗? 没有这种专业技能怎么能选择到中央手上身边做你的保健医生做保健护士呢? 更可疑的就是在上海当时选送的这个曙光医院这个中医院都不去附近能够治疗心脏病的这个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 这么低级的错误能发生在一个郑国基领导人身上 你觉得是可能吗?也就是做出这种决断可以讲上海一个郊区的村长 他如果突发心脏病都不可能送到一个中医院去啊 所以这种解释是完全人马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这是指第二个不可能 第三个不可能就是东郊宾馆它有置身飞机的停机坪的 如果是真的发生突然的心梗的话 那么作为保健局的医生护士他们手边都有各种强心药 至少是萧山官邮是肯定准备的 因为萧山官邮立即口服是马上就可以缓解他的心肌梗死的 那么就争取了各种抢救时间 只要是立即服用萧山官邮马上通过调动支撑危机 把他送到上海最好的医院这种抢救时间是完全来得及 为什么当时没有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断的拖延最终李克强呢?等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人都已经挂掉了 也就是如果突发心肠命发生在一个普通平民老百姓身上 即使是他因为抢救不及时造成的死亡这种概率都比较小 更何况郑国级官员碰到这种突发心肠命 然后有那么强大的一个保健团队又在国宾馆里面居然68岁的总理就抢救不过来了 这种情况怎么样在正常人身上都不可能发生?怎么能发生在一个郑国级领导人身上呢? 这唯一的解释就是要么有人下毒害死了他要么就是医生不负责任事件检查没有查出来 他确实有心肠病突发的这个症状 那么在突发心肠病后如果有人故意拖延抢救时间直接放任他死亡发生的结果 那最终李克强他不死也得死啊 所以说无论从医学角度还是从中共高官的保健系统来说 这种事情发生的这个概率几乎是为零的 那么最终呢还是发生了李克强就是挂掉了 那么李克强的死大家都不由二通想到一定是有人害他了 那么谁来害他呢?杀人是要有动机的啊? 大家就算一算谁杀掉李克强他有最大的动机? 那么网上有很多分析了团派有没有动机啊?你说团派有没有可能有动机? 李克强作为团派优秀的领导人在整个共青团系统里面是德高望重的 也就是共青团里面的老大当然是胡锦涛当然胡锦涛现在年事已高 而且有可能呢是生患重病没病给习近平气也起出病来了 从二十大主席在那边直接给架走那你说哪一个人能不生气呢? 那么作为李克强是年富力强啊只有六十八岁啊 而且李克强干了三届政治局常委干了十年总理李克强的这个水平能力学识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你说团派会有哪一个人有动机说是要干掉李克强吗? 那么你说江派有没有可能呢?江派跟李克强完全没有矛盾 说句正话李克强也是江派领导人一步一步选拔上来的 李克强作为一个连富力强的一个青年干部 本人也比较连结从来没有去冒犯过江泽民冒犯过曾庆红 他对江曾当时正在主政时候他做任何事也是兢兢业业的 所以说江派要除掉李克强有什么道理呢? 那唯一就是习近平嘛因为习近平这个家伙牙字必报嘛 习近平才会有这个动机嘛 也就是说如果说要干掉李克强只有习近平有动机 这就像谁要除掉普里格金只有普京有动机 这个不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吗? 那我在过去的节目里面多次讲过 李克强呢对习近平最大的隐患呢 就是他本人就是一个隐性的储君 那么虽然他现在已经退出中央常委会 但是习近平如果突然暴庇而亡 那么就会有大量的人推举李克强 更何况什么如果有模反的军队 模反的高官 他们一旦把习近平拉下马 那李克强成为第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 这种呼声是最高的 当初在二十大之前不断的讲到西夏礼上 那么就是推崇李克强 而这种西夏礼上 习近平不可能没听到这个呼声 他心里面对李克强是相当忌妒的 老子把你干掉我看你还往哪上 习近平对于他来讲李克强的存在 就像与三胖他哥哥金正男之外 先把金正男干掉了 那谁还在拥戴金正男 谁还想去最终模反 然后把金正恩拿掉以后换上金正男呢 所以习近平也是这样想嘛 更重要是习近平非常了解李克强 他跟李克强共事呢一共是十五年 他们两个人一共呢是共事有三届政治局常委 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 他们一起共事了有十五年 至少李克强在跟习近平共事过程中 尤其是担任十年总理期间 他做的好几件事 是让习近平耿耿于怀的 始终认为是李克强在不断的在公众场合 出自己的丑 那么出于牙子被爆的这个心态 习近平怎么样也都是忍不下这口气 有机会就干掉李克强吧 那这是什么 这是政治斗争的手段和需要 那么其次嘛 其次来自于习近平 绝端的不自信啊 因为他跟李克强 当初刚进入十七届政治局常委的时候 李克强一开始是被胡锦涛提任为总书记的 只不过江振呢 认为习近平呢 老实贪财好色 他这个人呢 没什么大花头 让他当总书记呢 不会翻船 所以说呢 最终就是江振选择了习近平 但是习近平内心里面知道 他如果跟李克强比 他是争不过李克强呢 学历学识相差太大了 李克强是凭自己的实力考进北大法律系的 是正牌课班的读过硕士读过博士 是从著名经济学家李以琳教授 他的博士论文还荣获经济学界最高奖 申也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所以说李克强是驾征获释的 中国自己培养的北大的博士 而习近平考什么 习近平是靠推荐上的公共秘学院进的清华化工系 本人的文化只有小学文化 但是他当了总书记以后 他为了证实他自己有多大的文化有多大的学问 他一天到晚去出访之后 就是靠摇头晃脑的 被各种世界民族的书单 来不断的去证明他有多少学识 这不就是百分之百的不自信吗 所以说呢 就是习近平从学识上 从自己的能力上 从他的学历上来讲 他跟李克强是完全不能比的 他跟李克强站在一起 他心里面呢就相当的不自信 这样他就对李克强会产生极大的一个嫉妒心理 2020年当时中国已经爆发了疫情 习近平要求什么 把攻坚脱贫全面小康 作为当年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全部来完成 习近平宣布 中国已经奔向小康 我们已经全面消除了贫困了 但是就在2020年5月份召开的两会上面 李克强公开说出了事情 就是中国还有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 也就是一千块 这个数字 这一下子就震惊了全国老百姓啊 你习近平不讲全国人民已经奔小康了吗 怎么奔了小康 全国还有六亿人 他们的这个月收入 连一千块都不到呢 那么紧接着中国的这个统计部门就给出了一系列的权威的数据 是根据前一年就是2019年当时全国统计的收入状况 全国在2019年底当时还有546万人几乎是没有任何收入 就是这么多人啊 他们每年没有一分年收入 有2.2亿人他们的月收入是低于500元的 有6亿人月收入是低于一千零九十块的 有9.6亿人他们的月收入是低于两千块的 有13.3亿人月收入是低于五千块的 那么你想想看在2009年中国就是如此之差 怎么能一年不到就已经像习近平讲奔向小康全国消灭贫困了呢 当时还有五六百万人全年没有一分年收入 有2.2亿人他们每年的收入在五百块以下 这些人怎么脱贫的呢 所以说呢李克强把这个实话讲出来呢 就等于是捅了习近平的废管子啊 一下子就粗传了习近平皇帝的心装 你说习近平能不恨他们啊 等到2021年习近平大搞动态清零 在经济领域呢习近平干了三件蠢事 推出三条红线就是用政策套住房地产企业脖子使劲雷 然后就是连着房地产爆雷银行爆雷 最终习近平讲以防止资产野蛮扩张名义 严大网络企业各个都对他们施予巨额的罚款 导致近20年一直高速发展的网络平台迅速卸火 也就是一片碍红遍野很多大佬都隐退了 出台的双减政策一下子就团灭了像类似于余敏红这样的这个交付产业 也就是一转眼就让中国的交付产业上千万人丢了饭碗嘛 因此这种做法的话对中国的经济是打击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在当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 李克强就对习近平这种蛮干呢做出了一个积极的回应 他就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在应对风险挑战的事件中 我们进一步积累了对做好经济工作规律性的认识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习近平他通过打击交付产业 让那么多人下岗给我们留下来血的教训 所以李克强主导的这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面 他在公报里面就反复强调要坚持国家以经济建设为重心 全党都要聚精会成的去搞好我们的经济建设 提高人民的收入创造更多的GDP 为国家的这个财政能够创造的更多的收入 而不要把时间精力都拿去搞斗争 要抓紧搞经济 要突破我们自己现在所有经济被困住的瓶颈 这是李克强 他一心一意想把中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 也是纠正习近平在经济工作中蛮干乱指挥 给他留下来的烂摊子 不断的替他擦屁股啊 到了2022年 这时候呢 虽然这个疫情仍然存在 但是呢这个病毒变异呢 已经变成了奥米克戎了 奥米克戎成为新冠病毒的主流的时候 全世界都已经意识到这个病毒呢 对人类的这个伤害呢 是非常有限的 完全没有必要像过去一样的严防死守了 只要什么 只要是有效的控制 基本上呢 就不可能产生大规模的流行和传染 所以世界各国纷纷放宽 但是这个时候呢 习近平还意义孤行 继续在西安啊 在深圳啊 在上海啊搞动态清零 所有的老百姓给堵在家里面 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完全处于停摆状态嘛 所以说李克强在多个场合不断的表态 反对这种动态清零 强调要协调防御 既做好防御工作 也要保证经济发展嘛 有一个非常直观和鲜明的对比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那段时间啊 李克强在所有公共场合 他露面和他出来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不戴口罩的 手下工作人员和接待人员呢 基本上也不戴 而且他跟别人的接触呢 是亲密接触 基本上都是属于嘛 大家就站在一起 这跟习近平出场时候搞得奄奄实实 讲话于县长听众 都拉个十米八米之外的这个做派呢 形成鲜明的对比的 这实际上就是李克强认为 奥密克戎没那么严重 习近平不断的强调要动态清零 实际上就是让中国的经济完全停摆 让中国的经济始终不能恢复嘛 因此在去年五月份 李克强就专门召开了一个 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省委书记省长全部参加的 一个十万人参加的电视电话大会 这个大会的主题就是救经济 那么救经济能不能救下来 还在于习近平他愿不愿意 把中国的经济进行恢复啊 你跟美帝国主义天天在打贸易战 在全世界都在围堵我们的时候 你把国库里面稍微还有一点点钱 都送去给亚非拉 怎么去缓解中国的经济 怎么让中国的经济 能够在整个动态清零之后 让人民得到一个喘息和恢复呢 去年北戴河会议已经明确决定 中国的这个工作要转入于经济建设为中心 绝对不能因为疫情耽误了我们几年的经济发展 现在我们这个经济仍然呢是突破不了 但是北戴河工作会议之后 习近平就跑到东北去参观什么景州之战纪念馆了 他要发挥武军的光荣转动 要继续去打胜仗 然后又去考察国企 要什么要用计划经济 要用供销社要用大市场 来替代当时国家想逐步恢复的市场经济 而李克强是跟习近平完全常反调 他立马南下直奔深圳 在深圳大奖改革开放不会停留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还特地跑到莲花山给邓小平树枪去献花卷 也就是李克强这一系列做法都是向外面提供了这么一个信号 就是中国的经济是一定要发展的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不会因为有人阻碍长江黄河 最终我们这个河水就倒流了 那么不管习近平对李克强他心里面是怎么不痛快 那么习近平最终达到目的了 在二十大上面把李克强汪洋全部劝退了 把他自己那几个五大郎开店的草包伙计 什么蔡奇那李强那丁薛祥啊 全部拉到政治局常委 让那个年复立强本来就已经是政治局常委 完全可以再做一届没到七上八下的线嘛 就是李克强汪洋完全可以再做一届的嘛 把他们全部赶出政治局常委 让他们提前退休了 结果李克强退休还没到半年 现在就直接因为心脏病就挂掉了 所以说李克强的死显然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 都留下一个巨大的谜团 也就是人们是不能够接受 现在中共所宣传的李克强他是死于心脏病的 绝大部分人都对李克强的死认为是跟习近平有关 甚至认为是有人害了李克强 而这个幕后的黑手 你觉得除了习近平还能有谁呢?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